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做个视频呢 就是想起来前两天 我翻这个油管的时候 无意间给我推送了一个悉尼奶爸的视频 熟悉我的老体应该知道 我对这个人是非常反感的 整体给人一种什么印象 就是很虚伪 就是反共 恨国 就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没脑子了 知道吗 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一定就 就是说他百分之百都不好 因为我记得嘛 他是有报道那个就是悉尼吧 在悉尼的那个就是华人开奶茶店的店主 然后呢这个爆打女生 然后呢再去采访这个店主视频 反正虽然有蹭热度嫌疑吧 他感觉这个人好像 就这件事看上做的还可以 还不是那么难堪 但是这个人说话就觉得 哎呀没法听 为啥呢就感觉这人 哎呀就就有点异症了 知道吗 就是疯了 彻底的这种 就有时候就挺可惜的 这人你说他思维也挺敏捷 是吧 说话呢 彬彬有礼 这个辩论技巧呢 在这个全网的见证圈里头呢 也是能是排前五的 我个人觉得啊 但是呢一张嘴你就听不下去了 为啥呢 这满口无言啊 就那个东西说的跟真的似的 哎就就那个东西随便编 就把个人编的时候啊 我们都比如说就跟大家说 哎我们都知道啊 那个中国是个暴政国家 对吧 怎么着 他用这种就是偷换概念 或者怎么样的 哎就强行让你就是接受他的 就就就就感觉 给人啥感觉呢 就自己有个3D打印机啊 在那打印零件 然后自己组装武器 然后呢跟你打 这就 这就没法跟他辩论 你知道吗 就没法 这种人你说你怎么辩论啊 他脑子里嘴里全是私货 对吧 没法辩论也没有也没法讲到 这种人啊就是像我的话 我就离得远远的 眼不见心不烦啊 后来今天那天给我发视频 我就看了一眼什么呢 说是在中 是在那个英国啊 那个就是那些香港小费箱 不是通过走那种 就是什么一个特殊的签证 然后到了英国嘛 然后呢 搞那种就是说什么 呃 游行 那个什么什么集会 然后呢 有一个就是戴个帽子 然后去那个什么 呃 一个就应该大陆的学生吧 然后呢 就一只学生 然后拿个号 拿个音箱 然后在那放不过歌 是怎么着 给他们捣乱啊 后来呢 这个 内地的男生就被带走了 然后这个 这些这个香港的人啊 香港小飞星啊 就在那很欢呼雀跃 然后等这个 奶爸就在那特高潮 哎呀 就说那意思 你们小粉红有今天啊 怎么怎么着 说哎呀 那个你们终于那个就被那个严惩啊 你们那个懂不懂法律啊 或者怎么样的 哎 奶爸高潮了 反正这个人听了 嗯 就就我听这个人呢 我就知道这个啊 英国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啊 呃 我呢 这次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提醒一下啊 这个 在英国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留学生 啊 我个人的来讲 我是不主张 你们和这个 就是什么那些小飞青啊 起冲突的 啊 就他们呢 咱们都知道很恶心 是吧 这个说一些有的没的啊呀 那个就分裂祖国呀 或者分裂国家呀 大放厥词啊 怎么着 哎 就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让他说 啊 其实英国政府 大家知道英国政府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签证啊 其实摆明了不就是想恶心中国吗 对不对 他就是想恶心中国人 恶心中国政府 然后呢 他这个等于是一石多鸟 啊 你香港小飞青来到英国不需要花钱吗 不需要一石住行吗 对吧 当然了 来这儿的不仅仅是香港的小飞青 还有很多那种 我在B站啊 什么都看过那种 就是四五十岁啊 在这个香港说去半天干了半辈子了啊 开出租车的 开大巴的 然后抛架水业把房子卖了 然后来到这个英国啊 这种人也有啊 所以英国呢 你也大家也知道英国现在经济也不是很景气嘛 对不对 就因为技能呢恶心到中国 恶心到中国政府 他手里有一张牌了 他可以随时打出来 又呢 扩大了国内的那种内需啊 拉动了一定的程度上拉动了消费 然后呢 还能增加一些劳动力 这就是一举多得 英国人哎呀 这个心思多得很 真的不要想的太那个什么 把他们想的太好 所以的话呢 而且尤其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英国或者这种 有些时候呢 你会觉得哎呀 这个啊 他这小飞行在这上大放决 自我忍不了 我作为一个正义感 我要上前去的什么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英国的比如警察或者法院 他们是不会听你这套说辞的 他们只是会认为啊 你在人家这种合法的集会啊 当中你起了一个很不好的作用啊 你就是侵害了别人这种 就是正常的游行啊 集会的这种权利 然后呢 他就会给你就是一些法律上的惩罚啊 我说这引呢 其实为大家好 大家要知道这个就是留学生啊 真的挺不容易的 如果说在那个国外呢 有一些这种 就是说不好的记录的话呢 我认为对于你的这种学业啊 还有未来的工作呢 都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啊 有些时候并不是要大家明哲保身 而是让大家呢 就是想着呢 尽量的多一些 不要就是一时冲动啊 我倒不是说这个 这个这位兄弟啊 他做的这些事情 是给这个内地的留学生丢脸的 我认为这位兄弟呢 是一个好样的啊 很热血 但是呢有点冲动啊 这个这个行为呢 其实并不明智 我的对策是什么 就是上有一句老话讲得好 就是上天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香港小飞行 尤其是在英国的香港小飞行啊 我个人认为 就是蹦的不了几天了 真的 就是收拾他们不需要我们出手啊 只要这个社会出手就行了 大家说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好 在B站上有些人也看到一些视频啊 其实我们对这些人呢 是相当不看好的 大家要知道我们 就像我个人来讲啊 我在日本我是一个名校毕业就是本科啊 我是两个本科 但是当时我找工作呢 其实也并不容易啊 日本啊 相对于我个人感觉这个景气城的比英国稍微好一点啊 工作的岗位呢也是很多的 但是想找到一份心意的工作都非常非常难 当时我记得我个人是投了两百万简历 那个到最后就崩溃的 不行了 就完全不行了 所以说我我我个人来讲啊 我在日本是高学历 然后呢 我个人的这个日语水平呢 跟日本人几乎也没有任何差别 然后我英语呢 又是这种就是 难不能说母语水平吧 但是也是这个拖业900多分的这种高分啊 就是即使是我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都找工作当时都非常非常难啊 200分解体交出去之后 到最后拿了两个内定啊 最后呢就进了以这个现在这个公司啊 当然虽然并不是最理想的吧 但是也是明明强强 那你大家知道现在英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是非常不好的 那好多这个失业率比较高了 好多的这个呃就是因为这个 这不是说今年是前几年开始 就是有这种倾向了 对吧 大家也知道对吧 英国现在这个呃很多的这种啊 就是说正常说大学生 当然就是那种文科生嘛 就是不是那比如搞学文学的啊 这种就是博士读出来可能都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啊 我说的是白人学生啊 然后咱们在咱们在白人上下一个档次 我们讲那个留学生 各地的留学生 那应该以中国为主吧 啊非常优秀的留学生 他们找工作也很难 对吧 在这个英国生活那么多年 口语自然是没有问题啊 还是顶尖学辅出的 再往下一层呢 就是哎 这个你说英国出生的这二三代移民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就是后来来到英国的这些移民啊 对吧 可能轮到香港小费清 他们呀 可能就已经是第四个 就第四层了 所以说好多时候我就觉得香港小费清呢 就是也很可恨 但也很可悲 他们呢 就在这个就是掌握那么好的教育资源 啊 香港大学什么的 但是呢 到最后呢 呃 长久以来给他们灌输的东西 全是哎呀 自由民主啊 老子八道的 这种就是空洞呢 而且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 他们可能就觉得他们那两句话呀 他就觉得哎呀 说我香港人 我我生下的我就会讲英语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的 哎 我到了英国应该就是好工作对我而言是无缝对接的 对吧 我根本就不需要多努力就能找出一份好工作 可是现实呢 会教他们做人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就是说 他们让他们去闹 让他们尽情的去这种 就是说哎呀 游行啊 示威啊 也好 或者什么 平心的那样讲 这个 他的这种游行也好 示威也好 对咱们国内 对咱们国家 对咱们政府 有什么伤害吗 没有 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是 如果你 比如说那个作为一个个人 与这边人起冲突了啊 严重的说你被打了啊 被打伤被打残了 甚至被打死了 那么 你的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往轻了说啊 你这个阻拦他们 然后呢 引发冲突 被警察带走了 然后你个人的记录呢 就是给贴上了不良记录 啊 对你的这种将来的学业呀 找工作呀 都也都有很不好的影响 那你说 这个东西是值还是不值呢 对吧 而且你的这种 就是说 对他们的这种啊 就是说 阻挡 对他们人起了任何作用 你不可能指望他们 回心转意 啊 旁观的人呢 就有些这些 欧美的这些昂萨人呢 他们也不会认为 你是做一件对的事 他们只会认为 你侵犯了人家的正常权利 所以你这招就叫 这个受累不讨好 所以我在此建议啊 这个留学生们呢 不要就是说 考虑的 考虑不足的情况下 进行一些盲目 很冲动的一些行为 和行动 我建议呢 大家就是对这种事情呢 就是尽量的保持个距离 不用去管这些事情 啊 香港小费星呢 就让现实去教育他们 啊 他们一天两天 他们可以在 鸣活场就呆 可是他们能待到 一年两年吗 就在这样找不到 工作的情况下 对吧 一年两年 十年二十年 香港小费星会变成什么样 对吧 那只能是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 对吧 默默无闻 当个乞丐 或者是拾垃圾 那个当服务员 可能算比较好的结果 会有 一个东西叫社会 叫生活 去收拾他们的 不需要太过的 激进 好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 喜欢的朋友们 请订阅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